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盛南厨房 我是小顺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炒排骨 它不是红烧排骨 是我们一个自制的做法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 配料是怎么弄的 OK 反正它是一道炒排骨就对了 那桌上面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准备的材料 食材 那首先有排骨嘛 排骨洗干净 对 把泻水稍微洗干净一下就好 切成一块 那再来又是葱花 葱花 对 那再来又是 葱好的蒜 蒜泥和这个辣椒姜 辣椒泥 对 然后到时候要拌在里面 那再来这个是调味料已经调好了 里面有盐 鸡精 胡椒粉 生抽老抽 还有就是少许的白糖 蚝油 对 都在这里面已经调好了 那到时候我们拌的时候直接放进去 拌好腌制差不多五分钟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话不多说 好 我们直接开始来抓拌来腌制 然后再来这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那我们已经炒完了 那接下来到了开吃的时间 我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 就这么一小盘 也还不错 看着蛮有食欲的 来 我们接下来尝一下 看下味道怎么样 先来一大块 哇 这个可以 熟度 还有味道 刚刚好 看着很辣 但是实际上不怎么辣 这个辣度是刚刚好的 嗯 还不错 又是一道下饭菜 非常棒 嗯 喜欢吃排骨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试一下 这样做 还是不错的 还是有另外一种味道的 对 非常的棒 好的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到这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 给更多人看到 那我会每天坚持一道美食 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记得关注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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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